我年轻的时候,是玉树林峰的大帅哥,无论是学校还是工作单位,都是校草级的人物,所有女生都会为我着迷,而我毕业工作后没多久,就入坠了上海当地的一个富商家中,成为了坠婿。 刚开始,我享受了坠婿的百般好处,但随着我年龄增大,我发现我的老婆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,甚至背着我,开始包扬起了小白脸。 我叫陈荣,四十岁,我大学时期长得像梁朝伟,追我的女生能从宿舍楼排队到学校门口,毕业后进入实习单位,靠着我的颜值,也是处处受到了优待。 特别是那些大龄的女上司,都会特地将业绩多给我,然后私下地约我吃饭看电影,当然,我都拒绝了,因为这些大龄的女人,和公司里的青春小妹,都比不上另一个人。 那就是,我现在的追求者,一个叫做于梦家的女人,于梦家的长相,不算是美女的类型,单眼皮她鼻梁,还有些轻微的地包天,但她的背景却十分的强大。 她是上海有名的五星级酒店,开源大酒店老板的女儿,资产雄厚,光是她追求我的时候,给我送的礼物,每一件都是价值不菲,那时我的工资只有三千一个月。 而她随便送的一条金项链,价值就等于我一年的工资。 面对如此的金钱攻势,我很快便是沦陷了,和于梦家坠入爱河,恋爱两个月时间,我为了留住这个富婆,让我的后半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,我使出了浑身解数,伺候起了于梦家,然后和于梦家谈起结婚的事情, 于梦家直接带我去见了她的父母,也就是开源的董事长,一见面,他们就给我提了要求,结婚可以,不过要我入赘,入赘之后,生出来的孩子要虽于梦家姓,还要端茶到水,嫁中来客人,我也没资格接待。 但好处就是,我家里不要出一分钱,包括彩礼婚礼婚宴等等,全权由于家来负责,同时我还能得到想要的豪宅豪车,和花不完的钱,我的家庭条件非常一般,想要改变人生,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,我是想都没想,就答应了下来,成为了于家的坠叙, 因为于梦家看重的就是我的脸,刚结婚的时候,我们的日子过得,是非常甜蜜,我也是实打实地享受到了有钱的好处,原本,我虽然长得帅,但除了能在生活中,给我带来一些小便利以外,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。 我还是一个月薪三千的小职工,但入赘于家以后,我给父母在老家盖了大别墅,我的父母都是农民,平时都是养猪为生,于梦家又帮我父母注册了一个养猪厂,提供了设备和场地,让我父母摇身一变成了厂长,同时于梦家还给我买了豪车和豪宅,当我开着豪车回到老家的时候,都能享受到, 相亲和以前的玩伴透露过来的羡慕极度恨的眼神,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膨胀,不过这些豪宅豪车,包括我父母的厂子和老家的房子,房产证和绿本,还有厂子的实际拥有者,都在于梦家的名下,这代表着真正属于我的财产是一样没有,但我并没有在意, 现在我已经过上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,至于名字是谁的,管他呢,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年,随着我的年龄增大,原本帅气的脸,也经不住岁月的侵蚀,已经有了皱纹和发塞,不负当年的帅气, 我也能感觉到于梦家对我的态度,在这十几年间不断地发生了变化,从最开始结婚的热烈,到现在的平淡,我以为只是结婚时间长了,原本的热烈的爱情,转化成了温润如水的亲情, 所以对于梦家的态度没有放在心上,但我没有想到,这十几年,于梦家已经变得让我彻底看不透了,因为我入赘的原因,于家给我在他们的酒店中安排了一个客房部经理的清闲工作, 我只需要每天坐在办公室中指挥手下的主管,管理好各个客房的清扫清理等一些杂物,完全不用我动手,只需要在办公室玩着手机坐到下班点,就能够两手一甩下班回家,整个酒店一共有五十层,底下二十层是宴会厅,自住餐厅,健身房等等吃饭和娱乐设施, 其余三十层就是客房,加上我们这些管理层的办公室,听同事说酒店还有着地下设施,不过这并不是我关心的,我只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好事情就行了,周四这天下班后,我就开着于梦家给我买的宾利,悠哉悠哉地回到了家里,这是我们结婚后,于梦家父母给我们两个单独购买的别墅, 足足有四五百平方,还带花园和游泳池,但最近,这个别墅里是越来越冷清了,于梦家时常晚回家,甚至不回家,家中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人,原本我和于梦家在一起,只是看中了于梦家的家世,但这十几年相处下来, 也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,如今像是丧偶式的生活,也让我心中有些悲凉,我和于梦家还有一个儿子,不过孩子在八年前出生后,就被于梦家的父母安排到了专门精英育婴师那培养, 甚至幼儿园和小学也都在全封闭的私立贵族学院,导致这个儿子八年来,我只见过寥寥几面,所以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有我一个人,显得十分冷静,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玩着手机,突然闻到床单上飘着一阵怪味,我仔细地闻了闻,这是烟味,我和于梦家都不抽烟。 我岳父虽然抽烟,但他基本不会来我们家,更不会进我们的卧室,那这个烟味到底是怎么来的? 难道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,于梦家带过其他男人进过我们的卧室,这个想法一出来,就一发不可收拾, 毕竟于梦家家境雄厚,平时都不用工作,不是在玩,就是在去玩的路上,而且最近还经常夜不归宿, 说不定他真的在暗处,已经出轨背叛了我,于是我立马拿起电话,给于梦家打了电话过去。 我要问清楚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电话很快被接通,对面传来于梦家慵懒的声音。 干嘛?我说道,老婆,你在哪呢?于梦家说道,跟闺蜜聚会呢?晚上我不回家了,你自己早点睡,我吞了吞口水。 老婆,那个,于梦家不耐烦的说道,你想说什么就快点说,别磨磨叽叽的,没事,你也注意身体,别太累了。 最终,我还是没说出质问烟味的话,我怂了,我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。 如果惹得他不开心,那我很可能就会失去这一切,虽然我明面上不跟于梦家说这事,但我暗地里还是暗带不下好奇心,要一探究竟。 为此,我打算跟踪于梦家。 看看他最近,到底都在外边干着些什么? 周五这天早上,凌晨五点,于梦家才回到家中,然后一身酒味地躺在床上睡了过去,这让我心中疑心更重,喝了一晚上的酒,这是哪门子的好闺蜜啊? 等到八点钟时,我起床洗漱了一番,然后看向了躺在床上的于梦家,我去上班了,于梦家已经熟睡了过去,根本听不到我说的话。 最近这些天,基本都是我早上出去上班的时候,于梦家在家里睡觉,等到下午下班回家时,于梦家早就出门不知踪影了,所以这一次。 我要利用这中间空白的时间,我去到酒店客房部,跟手下的人安排好任务,巡视了一圈,然后告诉他们有事打电话找我,不要随便进我办公室,之后,我便悄悄地从酒店后门离开。 反正我这个职位,就是专门为我设置的闲职,由我没我影响不会很大,出了酒店之后,我去小卖部买了鸭舌帽和墨镜口罩,然后迅速地回家,守在我家别墅门口的拐角处。 如果于梦家出门,或者有谁进来,必然要进入这个别墅门口,而我站在拐角盲区,可以轻松地在这儿监视一切。 我从早上九点一直待到了下午三点,我家别墅门口一直没有人进出,就当我要放弃的时候,我看到别墅门口打开,于梦家从门口走了出去,看来今天她又是约了什么闺蜜出去玩吧,我立马跟了上去,不过为了不被发现,我刻意地保持了距离,然后戴上了我买的口罩帽子和墨镜,伪装了一番,经过我的一路跟踪。 发现于梦家来到了一家高档咖啡馆中,坐到了一张桌子上,像是在等着谁,我也是找了一个附近的位置坐下。 难道说,这就要被我抓到于梦家出轨的证据了吗? 但我想错了,很快,另一个高挑的美女走了进来,坐在了于梦家的对面,他们愉快地聊了起来,同时那高挑美女拿出一包吸烟抽了起来,这美女应该就是于梦家的闺蜜,这个闺蜜是抽烟的,难道说我误会了于梦家床上的烟味? 可能是于梦家带闺蜜来家里导致的,想到这里,我心中有些愧疚,看来是我错怪了于梦家了。 他们喝完咖啡之后,我又跟了他们一路,看到他们进了一家KTV之后,我才没有继续跟踪。 这就是于梦家跟闺蜜的聚会,一切都是我想多了,解除了烟味的疑惑后,我心里的石头总算是放下了,安心地回酒店上班了。 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,没想到后面竟然又发生了一件让我胆寒的事情。 周五这天晚上,我照常下班回家,今天晚上于梦家竟然没有出去,老老实实地待在家中,还给我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,要知道结婚十几年来,于梦家下厨的次数,两只手都数得过来,这实在是非常罕见啊。 我一进门,于梦家就拉着我在餐桌前坐下。 我惊奇地问道,今天是什么日子啊?你竟然亲自下厨了,于梦家笑了起来,怎么了,还不能给我老公做点好吃的,我边吃边说道,可以,当然可以,老婆的手艺我恨不得天天尝,于梦家笑得更灿烂了。 对了,老公,我跟你说一件事情,我埋头吃着饭,什么事,于梦家说道,老公你在开园也勤勤恳恳做了十几年了,昨天爸来找我谈话了,你的努力他都看在眼中,想给你安排一个更大的任务,我这些年虽然一直都在酒店工作着。 但我的岗位是闲职,哪有他说的这样勤勤恳恳,不过他说这话的意思,肯定是要提拔我,那我自然是不能戳穿这点,我掩盖不住脸上的喜悦问道,什么任务,于梦家说道, 我爸最近想进军新能源汽车行业,已经是准备好了资金开公司,而这个公司,我爸想交给你来经营,我受宠若惊,交给我,这怕不是不妥吧,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,怎么能管理一个公司呢? 这突然将一个公司交给我,是让我没想到的,同时我也深知自己的能力,根本无法掌握一个公司,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,没想到于梦家则是笑着摇了摇头,你放心,我爸怎么会想不到这点,到时候我爸会安排职业的经理人管理,根本不用你操心,你做个甩手掌柜就可以了, 其实我爸把新公司交给你,是给你杜金用的,我疑惑道,杜金于梦家说道,是的,老公,你要知道,我老爸已经七十二多岁了,他中年得女,且只有我一个女儿,而按照我们家的规律,女人是不能从商的,所以我爸的这些产业,最终都会给你这个女婿。 听到这,我心潮澎湃,有哪个男人不崇尚拥有自己的商业帝国,于梦家父亲的产业,可是一个庞然大物,我要是能够继承,那简直就是天选之子了。 我几乎瞬间,要被幸福砸回了头,于梦家继续说道,所以,为了避免其他股东的闲言碎语,我爸要先给你做点业绩,杜点金,这次的新能源汽车公司,就是给你杜金用的,到时候管理好了,功劳都算你的, 有了这层镀金,后面你继承公司也是顺理成章,这种好事情,我自然是想都不想,就答应了下来,好。 我一定不辜负咱爸的期望,于梦家脸上笑容更盛,嗯,明天我带你办点手续,你就能摇身一变,成为老总了。 当晚,我兴奋得一夜没睡,第二天早上,我早早地起来洗漱,换了一身定制西装,然后叫起了于梦家,让他带我去办手续,开公司的手续非常繁杂。 这一天的时间,我和于梦家都在工商局税务局银行之间来回跑动,到了晚上九点,才是把所有事情办妥,回到家后,于梦家罕见地开了瓶高档红酒,跟我喝了起来,并且还拿出了一份公司的文件,让我签字画押。 说是今天办漏的最后一个程序合同,喝上头的,我也没有细看,晕乎乎的就签了字,按了指印,公司的名字以我命名,叫做小龙汽车,我是经办人的同时也是法人。 但在我办完所有手续后,于梦家也没有带我去看工厂和任何员工,只是让我回家,按照往常那样生活就行,新公司的一切,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来打理。 我自然是乐得清闲,但没有想到,这个看似甜蜜的蛋糕背后,是一个天大的陷阱。 新公司开启半年后,我依旧是每天去酒店上班,一天都没有去过公司。 甚至连我这个新公司的地址,我都不知道,每当我好奇地问于梦家新公司的事情时,于梦家都是跟我打着马虎眼, 以职业经理人帮我打理公司为由,给我糊弄过去。 一开始,我没有在意这么多,想着有人帮我打理公司,我坐享其成,多是一件美事。 但周六下午,我在家里休息完手机的时候,我的手机微信响了起来,我打开一看,是一个许久不联系的高中同学王浩,给我发来的消息。 王浩,荣哥,我在网上看到,你都开公司了,现在得叫你荣总了。 我回复了一句,你怎么知道我开公司了? 王浩说道,我看到上海人立网的招聘信息了,小荣汽车的法人不是你吗?难道是重名了? 我说道,是我,是我,我自己的公司,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,要不是王浩跟我说,我都不知道招聘员工这事。 王浩继续说道,是这样的,荣哥,我刚失业,看在咱们高中同学的情分上,能不能给我在你公司里安排个职位? 当然了,我这边也有东西孝敬荣哥你。 我说道,王浩,我记得你是架构工程师啊。 这种职业应该是年薪几十万的,你还看得上我这种汽车厂的工作,虽然和王浩很久没联系了,但我也偶尔刷到过他的朋友圈,知道他的职业,他也算是事业有成的大佬了。 怎么会想来我这场里工作?王浩说道,荣哥,你就别抬举我了,像我这种大龄程序员,到了这种岁数,就是个谁能嫌弃的鸡肋。 对,而且你这的工资开的可是行业最高啊,一个车间清洁工都能月薪一万。 听到王浩这话,我惊了,要知道新公司的一切都是交给职业经理人来打理。 包括这个薪资,这个职业经理人竟然开出这么高的薪资招清洁工,这是要闹哪样? 于是我跟王浩说,我有事情要忙,他的事情后边再谈。 然后我打开了电脑,搜索上海人币网上的小龙汽车招聘信息,这一看,瞬间让我吓了一跳。 王浩说的果然没错,小龙汽车的行业薪资远远高于其他同行。 保洁月薪一万,车间组装工月薪三万,车间主管月薪十万。 这种开薪资的方式,简直就是扔钱一样,这个职业经理人肯定有鬼,我要将这种情况告诉于孟家,不然的话可能会酿成大祸。 我拿起了电话,拨通了于孟家的号码,这时候,在卧室的枕头底下,响起了手机铃声,于孟家的手机竟然忘在了家里。 今天于孟家说,跟闺蜜有约出门,没想到这么粗心大意,手机都忘带了。 于是我拿出于孟家的手机,想从里面找到他闺蜜的联系方式,让闺蜜联系一下于孟家,毕竟这是一件大事。 要赶快让他知道,于孟家的手机有锁评密码,于孟家平时很讨厌我看他手机,所以他的手机密码我也是无从得知。 但是我根据他平时喜欢的数字,很快就破解出了密码。 打开了手机,接着,我继续打开了微信,想要翻找出他闺蜜的微信发消息。 但就在这时,我注意到了在于孟家的聊天列表中,有着一个被注为宝贝的联系人,这个联系人还是于孟家的置顶。 我心中一紧,点开他和这个叫做宝贝的人的聊天记录看了起来,这一看,瞬间让我脸色黑了下来,我没有想错。 这个宝贝就是于孟家的出轨对象,他们之间的聊天内容非常露骨,甚至最近于孟家夜不归宿。 都是到了这个宝贝的家中,两个狗男女在那苟且,聊天记录里还有他们的床照。 这个宝贝真名叫做王华,是一家KTV的少爷,从他们聊天内容中,我看到了王华发的自拍照,长得比我年轻时候还要帅气,怪不得于孟家这些年对我的态度越发的冷淡,原来在背地里头,偷偷养了小白脸。 他这个人还真是一直都没变,一直喜欢着小白脸,知道这个真相,虽然我内心愤怒,但想到如果我跟于孟家离婚,那我就享受不到现在这优越的生活,所以还是忍了下来。 既然于孟家对我没有了感情,那就个玩个的吧。 但当我看到后续他们的聊天内容后,我彻底的淡定不了了,因为于孟家并不是单纯的出轨养小白脸,而是在跟这个小白脸预谋一个惊天大秘密。 从他们的后续聊天内容中我得知,王华多次和于孟家提结婚的事情,于孟家也是非常心动,但是现在于孟家已经是跟我结婚了,在结婚的话就会犯下重婚罪, 而他主动跟我提离婚的话,我会分走他一半的财产,所以他开始动起了歪脑筋,首先他跟我说的于家的规律。 女人不能从商就是假的,现在开园酒店的负责人就是于孟家,而开新公司给我,根本就是幌子,那就是个皮包公司,以我的名字注册。 只是为了骗取国家的补贴,现在国家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,对于这方面的公司都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,于孟家此举,也是为了骗钱,同时出了风险。 则由我这个法人来抗,他赚得盆满钵满,我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。 而他和那王华的聊天中透露,公司造车厂里的设备都是购买的二手货,材料也是用得最刺的,这样就能把成本降到最低。 靠着国家的补贴还能够捞上一笔,同时从聊天中,我知道工厂的高工资都是经过于孟家受益才开出来的,但是我想不明白的是,为什么于孟家会给那些员工开这么高的工资,这样子不是大大的增加成本了吗? 除了这个皮套公司以外,那天办完手续的晚上,于孟家给我签的合同是一份阴阳合同,那份合同用的是附写纸,纸上所写的内容会被印到下一层,而在下一层是一份净身出户的离婚手续,相当于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已经签了离婚手续。 这下子后面出了什么事情,于孟家都能甩得一干二净,还不用被我分走财产,这个女儿心思也太歹毒了吧。 没想到我们结婚了十几年,现在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,她还要为了一个小白脸,将我们十几年的感情彻底撕碎。 不,可能她现在对我已经没有半点感情了,于孟家这样子做实在是太过无情了,我忍不下来,决定拿着于孟家出轨的证据去找于孟家的父母,至少也能给我挽回一些损失。 我开车来到了于孟家父母家,这是市中心的一套独栋别墅。 别墅门口甚至还有两个标形大汉看门,这就是富豪的牌面,在曝出我的身份后,我很轻松地进入了别墅之中,于孟家父母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,平时都在别墅中休养,所以来这里一定会找到他们。 果然,一进别墅,我就看到于孟家的爸爸于天和在客厅沙发上坐着,边看电视边品查,而于孟家的妈妈刘晓丽则倒在一旁的躺椅上,像是在闭目养神。 两人过的生活,真是好不悠哉,我走到于天和面前说道, 爸,于天和看了我一眼,你怎么来了? 我说道,爸,妈,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二老说,刘晓丽也在唐椅上睁开了眼睛,什么事情啊,孟家呢,怎么就你一人过来? 我说道,于孟家他出轨了,我本以为我说出了于孟家出轨后,二老会非常惊讶,但现在我却发现,他们根本就面不改色,沉默了一段时间后,于天和才开口说道,我知道了,然后呢? 然后呢,于天和竟然说出这种话,就好像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一般,我以为他们没听明白,于是重复了一遍,爸。 我没有开玩笑,于孟家他真的出轨了,于天和很明显的偏向于孟家说道,出轨就出轨了,有什么大不了的,小荣,你要知道,我们这种层次的人,感情本就丰富,出轨是很正常的事情,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女,这个父亲的价值,彻底把我惊到。 本来我就是想跟于天和讨个说法,现在看来,必须要动用杀手锏了,我继续说道,他不仅是出轨,还用计让我故意签了离婚协议,同时用我的名义开了家皮包公司,爸你不觉得,于孟家这么做,非常卑鄙吗? 于天和还没有说话,刘晓丽就忍不住了,你这个坠序,有什么资格在这说我女儿,要知道,当初你能进我们于家,也是我女儿喜欢你,不然就你这种穷酸农民的种,我根本看都不看你一眼,现在是我女儿清醒了,知道你这种人就是个废物,跟你离婚是正确的选择, 而且你这些年受了我于家不少好处,以你的名义开一家公司又怎样,没想到我在他们眼中,一直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跳梁小丑,这一家人的嘴脸让我更加的愤怒,好,既然要离婚,那我也要拿回属于我的那一份财产,你们起码得分给我一套房子和一百万现金,于天和笑了起来, 哈哈哈哈,小荣啊,净身出户的合同是你自己签的,现在你想以离婚过来分家产,你自己觉得可能吗,我说道,如果不给我赔偿,那就我公布于孟家的出轨臭照,让他的名声在上海的圈子里臭完,这样你们二老也无所谓嘛,于天和瞪着我说道,臭小子,你说什么,你还敢威胁我们,别忘了,没有我们, 就没有今天的你,我拿起于孟家的手机说道,那又如何,反正现在我和于孟家已经离婚,算是两清了,这时候,从门口传来了一阵脚步声,我回头看去,于孟家不知何时, 也来到了别墅的客厅,于孟家看到我手中的手机,脸上露出冷笑,我说,我的手机怎么找不到,原来被你拿走了,看来里面的内容,你都看到了,刘小丽说道,孟家,你来得正好,这个白眼狼,竟然想用你的照片威胁我们, 真是个畜生,我看向于孟家,那也是你出轨在先,还骗我签离婚手续,你真是好毒的心肠啊,于孟家走近我说道,那又怎样, 既然我敢做,那就不怕给发现,而且现在,已经全部尘埃落定了,你根本无力回天,我心里一惊,你说什么,于孟家说道,陈荣,这里是我父母的家里,你我已经离婚,代表着我们之间,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,你私闯民宅,可是违法的,而且,这里面都是我的人,你以为你进来了,就出得去吗? 于孟家说完,打了一个响指,几个彪形大汉从门口走进,围向了我,我心中更加慌了起来,你要干什么,于孟家表情一冷,干什么,把他手里的手机给我拿过来,然后狠狠地打,说完,大汉就一把夺过了我手中于孟家的手机,然后对我一顿胖揍,我跟他们的体格和力量不是一个等级的, 根本扛不住他们的殴打,直接被打趴在了地上,毫无还手之力,于孟家看着,伤痕累累地我嘲笑道,陈荣,跟我斗,还要传我厌照,你有那个实力吗? 你之后还敢给我闹事,就不是打你一顿这么简单了,废物。 我有气无力地说道,混蛋,把他给我扔出去,你这条丧家犬,能滚多远滚多远,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在于孟家的命令下。 大汉们拉起我,然后把我往外边拖去,这一期间,无论是于孟家还是于孟家的父母都是用着嘲讽的表情看着我,仿佛我在他们眼中就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头猪,一头随时可以宰割的牲畜,十多年了,就是一起的小狗也有感情了。 没想到跟这一家人的十多年,却换来了如此悲惨的下场。 我恨啊,可是如今的我势单力薄,就算是报复也没有报复的办法,这让我心中十分的无力,被大汉扔出家门以后。 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,去附近的宾馆开了一个房间休息,和于孟家彻底决裂之后,我连家都是不能回了。 弱大个城市,已经没有了我的生存之地,如今我被驱逐处于家,身上只剩下的一千元,我在宾馆里躺了三天,心灰意冷,最终打定主意,想要离开上海,回到我的老家生活。 这时候,我的手机响了起来,是我爸的电话,我连忙接了起来。 爸,我爸声音生气地说道,小荣,你这个小子,你要气死你爹我了,你为什么要出轨? 我惊疑地说道,出轨。 我没有啊,接下来我爸说的话,让我本来放下的复仇之心,又熊熊燃烧了起来。 原来在我签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之后,于家就派人到了我的老家,将我父母的养猪场收回,还有我父母住的房子。 要知道,我父母把从养猪场上赚来的钱,又全部投入回养猪场,扩大养猪场的设备和产能。 这一下子被收走,无异于断了我父母的所有财路,还让他们没了住的地方。 同时,于家的人还在我父母和我老家那边传播谣言,说是因为我出轨了,他们于家才这么做。 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了我的身上,我成了大恶人,所以才有了我爸刚才电话开头对我的那番质问,我拿出于孟家出轨的证据,将来龙去脉跟我爸详细地说明了之后,才算是解开了误会。 不过这让我爸更加生气,扬言要带亲戚朋友来上海,找于家算账,但被我劝了下来。 我知道,如果跟于家硬捧硬,我们绝对会死得很惨。 要对付于家,不能来硬的,必须制定合适的计划。 我告诉我爸妈,我会自己处理好一切,让他们不用担心,还好,我爸妈在老家,还有一套我爷爷奶奶留下来的老房子,不会像我一样流离失所。 不过,这也让我愤怒到了极致,于孟家还有他的父母,简直是把我和我家人往死路上逼,我本来都想忍下这一切算了,兔子急了也会咬人。 于家欺人太甚,此仇不得不报,我要让于家付出代价。 但就在我还没想到复仇计划的时候,一件意外的事情,又将我打落谷底。 周六中午,我在宾馆之中构思着对付于家办法的时候,我的门突然被敲响,我前去开门,就看到四五个警察站在我门口,脸色严肃地看着我说道, 陈荣,我们收到举报。 你名下的小荣汽车公司,涉嫌违法骗取国家补贴和洗黑钱运作,现在请你跟我们去局里,配合调查,这个骗补贴的事情我是知道的,但这几天我正处于失忆之中,忘了去处理这件事情,但是这洗黑钱又是怎么回事? 这和骗补贴是两种性质的犯罪,属于非常严重的犯罪事件,甚至要判刑的。 很快我被带到了警察局调查,通过警察说的话,我还原出二位事情的真相,这是于孟家对我的赶尽杀绝, 在把我赶出去后,警察说是小荣汽车的执行总裁万金凯向警方提供资料并且举报。 而这个执行总裁就是于孟家请的职业经理人,看来他一早就做好了打算,在离婚之后,就引爆小荣汽车这个定时炸弹,炸得我粉身碎骨。 可就算我知道这一切也没用,但哪怕我喊冤喊破了喉咙,也没有人相信,毕竟我是公司法人,要负全部的责任, 于是我便被行政拘留,等待着法院开庭来审判我的罪行,我恨啊,没想到最后还是被于家算计了一手,替他们背了黑锅, 难道说我这辈子就要败在他于家手里了吗?我不服。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,在我待在拘留所等待开庭的这段时间里,我家里人得知LA这个消息,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冤枉的, 于是集合家人和亲戚朋友的力量,众筹给我请了一个辩护律师,希望能帮我做无罪辩护, 这个律师也是提前来到拘留所,和我见面交谈,很快,我见到了这个律师, 让我意外的是,她竟然是个女性,容貌秀丽,身材凹凸有致,看起来只有二十七八的样子, 一身职业妆,更是将她的性感冷艳衬托得无与伦比, 在这么多年我见过的美女之中,她绝对能排到顶尖之列,我和她被安排到了拘留所的专门巡谈室里谈话。 一见面,她就非常执夜地说道,我叫李孟静,是你这次的辩护律师,我想知道, 关于你这次洗钱案的所有信息,越细越好,你必须要跟我说实话,这样我才能帮到你, 我点了点头,李律师,事情是这样的,现在李律师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 我如实地将被于孟家欺骗挂名开辟包公司, 还有强行签离婚协议的事情,都告诉了李律师, 包括于孟家对我家里人的所作所为,我都是没有隐瞒, 听完我说的话后,李律师沉思了一会儿说道, 我明白了,如果你所说全部属实的话, 我会尽我的权利,帮你洗脱冤屈的, 我真诚地看向李律师,我对天发誓, 我所说的一切,没有半句假话,李律师微微轻了一下头, 到时候法院之上,你不用回答任何问题, 一切我都会帮你解决,还有,将你在公司成立之后, 你的所有行踪,手机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, 消费记录等等全部给我,此时此刻, 我只有相信李律师,于是我向他道谢, 现在,他是我全部的希望, 后面,我也按照李律师说的, 将所有信息都提供给了李律师, 周五,今天是我的开庭日, 我被法警带上了法庭的被告席,面对审判, 此时原告席上,正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, 一脸的精明相,看来他就是于孟家寝的职业经理人, 万金凯,万金凯看到我来后, 向我挑了挑眉毛,一副吃定了我的样子, 我虽然很愤怒,但想到李律师之前说的话, 要我在法庭上保持沉默,于是我忍了下来, 一言不发,我看了看旁边的李律师, 他向我点了点头,意思是让我放宽心, 看来他很有把握, 这也让我稍微轻松了一些, 很快便开庭了。 在审判长法锤的声音下, 全场肃静,审判长看向我说道, 被告陈荣,你名下的小龙汽车, 采用低质量材料和二手流水线, 制造不合格不合规产品, 骗取国家补偿金, 同时制造出来的工业垃圾, 卖出天价,给员工开天价工资, 实则为洗钱, 如今你的所有证据, 经原告交到法院, 经法院审视证据确凿, 被告及被告律师, 你们有什么意义吗? 我记着李律师的话, 沉默不语, 然后李律师抢在我前面说道, 审判长, 我有意义, 此事件是公司性质的犯罪, 并不是我被告人的单独犯罪。 我的被告人全程没有参与和知晓, 也就是说小龙汽车的洗钱和骗补偿金事件, 和我的被告人没有直接责任关系, 理应无罪, 李律师此话已出, 万金凯的脸色难看了下来, 他是公司法人, 公司违法, 他怎么可能不知晓不参与,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? 审判长也是看向李律师, 被告律师, 你有证据证明你的证词吗? 李律师自信地点了点头, 当然, 这里是一份大数据行程表, 里面有被告人在公司成立之后, 到被行政拘留的时候, 他的整个行程图, 还有他名下电话卡的通话记录, 以及银行卡的消费记录, 这可以表明, 在公司成立之后, 所有事情都是职业经理人万金凯在打理, 我的被告人只是挂名了公司法人名弦, 并没有实质性参与公司事务, 万金凯反驳道, 你这证据根本就是片面, 行程可以用别的手机造假, 电话卡银行卡, 也可以用他人身份证注册, 你这不算是证据, 李律师笑道, 那么原告, 你既然质疑的话, 拿出我的被告人, 用他人手机卡, 银行卡, 以及造假形成的证据来, 否则你的话可以构成诽谤, 万金凯被这么一对, 直接脸仗的通红, 我, 审判长, 这完全是钻法律漏洞, 这种证据根本证明不了什么, 他是公司法人, 公司出示他就得承担责任, 审判长沉思了一会儿说道, 被告律师这份证据, 虽然不能完全证明被告无罪, 但是目前也没有对被告定性的证据, 一罪从无, 这次的诉讼, 我需要联合警方再仔细调查, 最后, 在李律师的巧舌如簧下, 法院下达了判决, 这次的洗钱事件, 主要责任人不是我, 所以我没有任何罪, 也不用进行赔偿, 同时, 法院将诉讼退回到警方, 让警方重新调查, 抓到真正的幕后人, 就这样, 这次的开庭, 有惊无险地落下了帷幕, 我也被无罪释放了, 出了法院之后, 我连忙向李律师道谢, 李律师, 谢谢你, 要不是你,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, 李律师摇了摇头, 这是我应该做的, 我收了你的钱, 当然要帮你把事情办好, 我沉默了一会儿, 然后看向李律师说道, 李律师, 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, 李律师说道, 怎么, 你现在不是无罪释放了, 你还有什么忙要帮, 我说道, 现在这次的洗钱案件, 重新驳回调查, 这是我对付于家的一次机会, 如果能抓住这次机会, 将洗钱的幕后黑手, 于家给揪出来, 就能报我的血海深仇, 所以, 我希望李律师你帮帮我, 李律师表情若有所思了起来, 然后笑道, 可以, 不过啊, 得加钱, 我有些囊中羞涩, 可是, 我现在没有钱, 李律师露出了好看的笑容, 我发现你真是有些呆萌, 放心吧, 可以赦账, 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, 这个忙啊, 我帮了, 此刻, 我看着李律师, 心里生出感动的同时, 也有一股异样的情愫升起, 于是我们便一拍即合, 谋划抓出于家洗黑钱的事情, 李律师之前帮我翻案调查的时候, 看了我的所有档案, 当然包括小容汽车洗黑钱的事件, 从这次的事件中, 李律师发现了一些端项, 那就是小容汽车产品订购单中的有些单位, 都跟开源酒店有些关联, 如果能从开源酒店入手调查, 说不定可以掌握一些线索, 我想了想说到, 我之前一直在开源酒店工作, 好像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, 不对, 如果硬要说的话, 酒店中还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去过, 那就是酒店的地下设施, 李律师说道, 那就可以从那里入手, 说不定能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线索, 想到这里, 我们立马就行动了起来, 我和李律师都做了一些乔装, 然后进入了开源酒店之中, 装作住宿的客人, 弄好入住手续后, 我们便在整个酒店观察了起来, 终于是被我们发现了一点异常, 那就是有很多开着豪车的客人, 一进入酒店之后, 不是住宿和吃饭, 而是直奔一层的一个偏僻小房间而去, 看来那地下设施就在那房间之中, 不过那房间附近, 一直有黑衣的大汉不断巡逻, 每个进去的人, 也都会出示一张证件一样的东西才能进入, 所以我们也没有随便靠近, 最终, 我们想了一个办法, 便是在附近守着, 在一个个进去又出来的客人中, 我们不断搭讪套话, 终于遇到了一个愿意跟我们沟通的中年男人, 从他的嘴中得知, 原来这地下设施是一个地下赌场, 里面是会员制的, 要进入里边需要一个老会员介绍, 交入会费办理会员卡才能进入, 为此, 李律师帮我垫了十几万, 说服这男人帮我们介绍, 并且顺利办理了会员卡, 然后由李律师带着微型摄像机潜入其中, 将地下赌场的证据全部拍摄了下来, 这下子证据确凿, 开设地下赌场, 足够将瑜伽绳之以法, 弄到这些证据之后, 李律师便去整理证据交给警察, 而我则留在附近的宾馆中, 等待李律师的消息, 周六早上, 我从宾馆出门去买早餐, 买完早餐回去的路上, 竟然正好碰到了一个仇人, 没错, 正是于孟家, 他此时正挽着那个王华的手, 在街上有说有笑地逛着街, 他看到我后, 也是脸色臭了下来, 于孟家冷着脸说道, 没想到在街上还能碰到你这个臭老鼠, 你忘了我说的话,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, 不然的话, 有你好看, 我此刻无所畏惧, 贱人, 你能拿我怎么样, 于孟家瞬间抱起, 什么, 你竟然敢骂我, 你以为之前在法院上没有定你的罪, 你就能无法无天了, 我告诉你, 我要弄死你, 就是分分钟的事情, 王华也是附和道, 就是, 下水道的老鼠就该滚回下水道去, 我冷笑着离开, 婊子佩狗, 果然天长地久, 畜生, 你别走, 我今天要让他知道, 此字是怎么写的, 于孟家说完, 就和王华拦住了我的去路, 然后于孟家拿起手机, 看来是在摇人了, 好啊贱人, 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, 我也不紧不慢地给李律师发了微信, 这个时间, 李律师应该将所有证据都上交处理好了, 正好现在就跟于孟家做一个了断, 十分钟后, 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, 从面包车上下来十个黑衣大汉将我团团围了起来, 哈哈哈哈, 陈荣, 你现在再给我嘴键一下试试, 上次给你那一痛打, 看起来还不够, 这次我要让你好好感受感受生不如死的感觉, 于孟家说着, 就让黑衣大汉对我动手, 住手, 就在这时, 一道声音响起, 我转头看去, 李律师也在此时及时赶了过来, 于孟家的脸色也难看了起来, 当然, 他不是因为李律师的道来难看, 而是在李律师的身后, 正跟着四五个警察, 严肃地盯着于孟家和大汉们, 在警察面前, 大汉们自然不敢动手, 老老实实地站在了一边, 陈荣, 你搞什么鬼, 于孟家还没说完, 警察就上前围住了于孟家, 犯罪嫌疑人于孟家, 我们收到举报, 你和你家族的企业开员酒店, 涉嫌开设地下赌场, 还有涉黑行为,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, 配合调查, 于孟家不服地反抗道, 什么, 什么地下赌场, 没有的事情, 警察同志, 你抓人要讲证据, 警察根本不给于孟家狡辩, 证据我们警方已经全部掌握, 你要不是不配合, 那就是最佳一等, 给我带走, 还有那些人通通带走, 说着, 警察就给于孟家戴上了手铐, 包括那些黑衣大汉, 这使得于孟家崩溃了, 他没想到自己怎么会突然落到如此田地, 于是他瞪着我说道, 畜生, 你这个畜生, 一定是你干的, 等我出来, 要你不得好死, 我微笑着说道, 出来, 等下辈子吧, 于是于孟家一边歇斯底里地骂街, 一边被警察强行带上了警察, 因为李律师提供的证据齐权, 很快判决结果就出来了, 于家的开源酒店, 因为开设地下赌场, 直接被查封, 酒店的负责人, 于孟家还有他的父母都被判了三十年有期徒刑, 他们这一辈子都得在监狱里度过了, 而酒店也被直接查封, 包括他们的所有资产都被冻结, 同时从酒店的高层中还透露出, 酒店才是洗黑钱的真正主谋, 洗清了我的全部冤屈, 还赔偿给我了两百万元, 于孟家和他父母落网, 让我紧绷的心一下子放松开来,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, 同时得到了两百万的赔偿金后, 我就将之前李律师给我垫付的钱, 还有律师费都放在一张银行卡上, 到了他的律师事务所, 打算将钱给他, 同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, 将钱给了李律师后, 李律师还在忙着他的办公业务, 我站在原地, 不知道那句话该讲不该讲, 李律师也看到我半天没有, 于是抬头疑惑地看着我, 怎么了, 还有什么事情吗, 我大着胆子说道, 那个, 李律师, 不知道能不能请你一起共进晚餐呢, 李律师愣了一下, 然后笑了起来, 你这家伙, 果然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, 手法都是这么老套, 我以为李律师拒绝了, 于是说了句不好意思转身就要走, 没想到被李律师叫住, 等等, 我可没说不答应你啊, 我惊喜地转过身, 那李律师的意思是, 李律师挑了挑眉吗, 还叫我李律师, 我连忙改口, 梦境, 李律师露出好看的笑容, 等我下班, 还有我先说好了, 我对西餐不感冒, 我的心瞬间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, 我感觉到了, 我的春天就要来了, 再多大倒认离, 这里 after了起来, Within之后, 我能带这些东西啊, ?